前面讲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是数据分布的两个重要特征 但要全面了解数据分布的特点 还应把握数据分布的形态 数据分布的形态主要指数据分布的形状是否对称 偏斜的程度以及分布的扁平程度等等 刻画数据分布形态的测度值主要有偏度和风度 偏度是指一组数据分布的偏斜方向和程度 是统计学家皮尔逊提出的 偏度的计算公式如3-25所示 适中s为标准差 偏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当数据分布对称时 离差三次方后正负离差可以相互抵消 因而偏度值等于0 第二,当数据分布不对称时 则偏度值为正值或负值 当偏度值为正值 表示正偏离差较大 可以判断为右偏 偏度值数值越大 偏斜的程度就越大 偏度值为正值表示 大与平均数的标志值分布较分散 分布曲线右边拉长尾巴 当偏度值为负值时 表示特例差数值较大 可以判断为左偏 偏度值的数值越大 向左偏斜的程度就越大 偏度值为负值表示 小与平均数的标志值分布较分散 分布曲线左边拉长尾巴 封度是指一组数据分布的 抖缓程度 它是与正态分布相比较而言的 其计算公式如3-26所示 封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当数据分布与正态分布的 抖缓程度相同时 则封度值等于零 第二 当数据分布的形状 比正态分布更瘦更高时 则封度值大于零 称为尖峰封部 尖峰封部表明 集中趋势显著 离散程度低 第三 当数据分布的形状 比正态分布更矮更胖时 则封度值小于零 称为平峰封部 平峰封部表明集中趋势不显著 离散程度大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偏度和封度 由于计算比较繁琐 所以我们就要求同学们 能够借助SPSS软件 计算出偏度和封度就可以了 那么通过SPSS的计算结果 我们能够分析数据分布的形态 是否对称偏斜的程度 以及分布的扁平程度就可以了 同学们 本章的全部内容就讲解完了 本章我们主要介绍了 集中趋势 离散程度 分布形态 这三个方面的 测度值的计算方法 特点及其应用场合 希望同学们结合本章的习题 案例多加练习 感谢同学们的聆听 再见